变成说预计之后要收回来税 已经事先用减税的方式把它减掉了 而且是减更多 这个税根本没有回来 所以民国一百年 我们是担心民国从今年开始 今年其实我们所得税就已经可能会 之前有调高扣除额的部分 那已经大概会税损两百多亿 那之后到民国一百年 还有808亿的营锁税的税损 还有包括那个248亿宗的税损 这个部分其实它陆陆续续会发生 那未来我们是不是 国民平均税务担率还会再比14.2还要低 这个部分是我们非常担心的事情 OK谢谢 那个还是一句话 我们是税务的细项太多 那么当然有减税的有征税的 当减税的时候呢 减到了一些比如遗产税 减到了富人的税 他们很高兴 但是呢也难免产生不公平性 对其他这个财富重分配之后呢 反而是一些穷人的反而没有占到好处 那么甚至有一些 刚才我们讲到的 取消军公教的这个税务的减免的问题呢 也没有取消 但是你如果真的把它取消部分 在回复的时候 是不是会引起反弹呢 这实际上也有两极不公平的声音了 那么到底呢 这个户改会 到底陈一战怎么样 民间又怎么看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待会再进行讨论 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一点点 你会用什么态度去面对 我是嘉雯 我今年十五岁 医生说 我只剩下一天年的时间 可是我好想活着 因为我好热爱我的生命 我是易华 我今年十三岁 我曾经是花式滑冰 亚洲冠军 但医生说我得了苦爱 我想努力活着 因为我热爱生命 我是Dora 我今年十三岁 我好喜欢音乐 但是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 拉到一起给爸爸妈妈听 在人生当中 难免遇上失败与挫折 但跟这些孩子 所面对的状况比起来 你是否应该更珍惜生命 如果生命可以交往的话 你愿意跟我妈妈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 你的心将要破碎 要记得这些孩子 正在为你祷告 请你帮我们好好活着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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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是减免等的 当然也多少对我们这个富凡所做的东西 有时候不是那么的赞同 或者说做到他达成效 这个我还是想要再请教次长 因为您在这里面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key person 你怎么去看 比如我们这个民间所发出的声音 民间发出的声音 我认为我也非常敬佩 他们是站在公平面的 那赋税的改革 其实就是一个公平面 一个效率面 那效率面就是促进经济发展 那这一次 这一次改革我刚刚讲 刚好碰到金融海啸 我们其实赋税改革以外的 我们采取非常多振兴经济的措施 像消费券投入830亿 像给汽车煤台3万元 机车煤台4千元 另外进口大卖 大众物资减关税等等 这一次赋税改革里面 减中和所得税的提高免税额扣除额 另外把税率降低 刚好跟这些振兴经济的方案结合 就是扩张性财政的一环 那这些经济复苏以后 现在看得出来 我国的经济是全世界 大概提早复苏的一国 那经济复苏以后 其实公平面的就会出来了 所以我想说这个事有先后 那民间的那个是 只是说不是同时在这个时间落实 那这个时间刚好金融海啸 病人都已经生病了 你还给他抽血 这是不对的 刚好给他输血了 那刚好减税就是输血了 所以我想说时间先后 我想民间的声音我们也有听到 公平面的声音也是很正确的 那么因为两位可能这个立场比较像 我想再来一次请教我们的孙先生 因为您听这个次长所讲的 我想我也听得很清楚 因为我们现在扩张性政策 还配套的包括政府支出的增加 G增加T 那么你要现在减少才能吃鸡进气 这样子的确让我们中华民国台湾 您不觉得在这个全世界金融海啸中 付出的还蛮快 而且您看到我们的股市 现在整个景象 新兴这个的恢复 甚至现在变黄红灯 这样的景象 您不觉得跟这个有关吗 还是说您觉得就是没达到公平 所以就是不对的 我觉得这个部分要有实证的资料来研究 就是税跟我们的刺激进气发展是有关系 因为其实我们把时间拉比较长来看 我们的那个失业率的增加 税是降低 那经济发展的那个成长率也降低 但是我们的税也降低 所以税的降低不见得就是经济发展会增加 那这个其实是在有这样的一个统计 统计的一个图表 拉长来看是这个因素 那我们来看就是说 我刚才提到我们的盈利事业所得税降5% 然后中央所得税最低三个编辑局各降1% 这个部分不是这些长期减税的方案 不是在现在发生的效果 它是在民国100年才会发生 我可以扫缴税的这个效果 所以这样的一个 其实最大宗的现在大家在批判说 它减掉的税的东西并不是短期发生的 它是在明年才会发生的效果 所以刚才那个市长谈的这个部分 税的部分到底能不能真的解决这个景气的问题 我是存疑啦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扩张财政必须有足够的税制去做支撑 我们在去年少收了2400多亿 就是跟我们的整个收入预算相比是少说2400多亿 也就是说相对的我们还有很多的特别预算 去年国家就举债了7000亿左右 6000亿到7000亿之间 那明年预计98年差不多举债7000亿 99年的预算法定的预算就大概会举债到6000亿 所以这个这两年就举债1兆2000亿 也就是在惠玉姓平或者是标准普尔 为什么在今年分在去年分别去调降我们的景气的这样的 国家债性的变本来是正向变负向 那我觉得这个变负向会影响到整个国外的公司 要不要来台湾投资或者是我们国家的公司去跟 国际的资金举债的成本 这个东西都会增加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要有一些限度的 而不是说我无限制的去扩张财政 那将来这些债谁来还 有没有可能还得起 要分几年还 这部分其实我们是没有看到 我相信这个当国家负债很担心人家说后代只能偿还 这是大家都担心的事情 但是刚才讲到以我这个 当然我不一定应该讲一些话 但是以我财经这个的角度来看 税减少国家经济好像没有起来 但是这个跟大环境的确是好像是蛮相关的 在我很多的演讲 如果税不减 那我们的环境会变到怎样的恶劣 其实没有办法预估 如果那更糟 那又谁来救他 或又用什么样的角度去分析 这个其实也要讨论 不过他刚刚谈到一个债性 是不是跟我们这个税有关 我觉得也值得分析了 部长 是 我想刚刚孙先生的讲法 我说明一下 我们的债务是 虽然说刚刚讲举债很多 但是我们的债性是很好的 我们目前债线 负债占GDP的比例才34.3%